这陈镇应该赢的 刘金银的吧 这种都连在一起的 我这还有的还能连在一起 甘肃七连山挖出唐代古墓 墓中金银珠宝数不胜数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清理墓室时 一名专家却指着墓志明大喊 别挖了 这是我家祖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专家能够制止这场挖掘吗 2019年9月 甘肃省七连镇叉山村的村民 正在山岗上平整土地 但一场塌方却把众人吓了一跳 几人好奇地向洞中观望 却发现里面赫然是一座古代墓葬 甘肃省文物局在得知消息后 立马就派出考古队赶到了现场 在对古墓周围进行勘探后 专家发现 这是一座单式砖石墓 颇有唐代的墓葬风格 除此以外 一条长长的墓道 也让专家有些疑惑 因为在唐代时期 甘肃已经算是外邦的地界 一个唐代的贵族 怎么会在这里安葬呢 而且七连山不说荒无人烟 那也是鸟不拉屎 即使是古代的百姓 也是很少有人会将墓葬埋在这里 这一切都显示着墓主的不一般 于是 专家带着疑惑开始了挖掘工作 很快 墓道就被打开 而专家顺着光亮朝里望去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只见墓道十分的完整 两边还有很多壁刊 或者是一道道封门 而在这些壁刊中 大量的陪葬品散落其中 专家一时间也是看花了眼 还没来得及细想 专家就在墓道的尽头 发现了一堵墓门 带着激动的心情 专家试图将墓门推开 可费尽力气 墓门也是纹丝不动 对此 专家猜测 墓门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弃子 这下 专家也犯了难 为了不破坏墓门 专家只能另辟蹊径 打算从墓室顶端开挖 在将墓室顶端的青石砖 全部揭开后 专家终于看清楚了墓室内的景象 只见在墓室中 到处都堆满了金银制品 棺材也在一旁靠墙而立 不仅保存完好 上面还覆盖了很多丝绸制品 专家顿时激动万分 看来这次的发现 很可能会震惊考古界 但看着下方的宝贝 专家也没有合适的落脚点 只能从上到下搭建钢架 从上方直插墓室 这样一来 不仅不会破坏文物 也能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很快 在队员们的努力下 一个钢区的手脚架被做了出来 专家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挖掘工作 在将门后的文物清理完毕后 墓门终于由内向外打开 而木志明也在门后显现出来 专家上前一看 只见墓质上刻有慕容辅君的字样 并且刻有武则天的国号 这下专家傻眼了 怎么墓主和自己是一个姓 难道这是自己的祖坟不成 这次这应该赢的 有已经赢的吧 这种都连在一起的 我这还有的还能连在一起 甘肃七连山挖出唐代古墓 墓中金银珠宝数不胜数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清理墓室时 一名专家却指着木志明大喊 别挖了 这是我家祖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专家能够制止这场挖掘吗 对于木志明上的名字 专家也有些眼熟 因为这位专家就是姓慕容 但由于怕氧化的原因 专家只能强压心理的疑惑 将木志明送回实验室解读 随后又加入了挖掘中 木道中的壁刊 也被众人清理出来 只见里面摆放着许多彩绘桃涌 表面的颜色鲜亮如初 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唐三彩 一位队员激动地用手去抓 但没想到的是 陶勇接触空气之后变得格外脆弱 这一下竟然把陶勇弄坏了 众人顿时被吓一跳 立马阻止了徒手挖掘的行动 将壁刊连同陶勇一同挖出后 打包送回了实验室 除了木道的壁刊以外 墓室中的壁画和陪葬 才是重中之重 专家小心翼翼地趴在手脚架上 一件一件地清理着墓室 很快 一幅精美的壁画就被清理了出来 这是一幅完整的雄师捕猎图 画面设计得十分巧妙 专家如获至宝 赶紧将壁画小心挖出 准备打包回去 也就是在这时 木志明被破译出来了 专家接过报告一看 墓主人是一位叫做慕容志的人 专家越想越眼熟 片刻后 专家神色大变 直接大喊 快停下 别挖了 这是我家祖坟 这一嗓子直接把考古队员含蒙了 好好的唐朝贵族墓 怎么就成了专家的祖坟了呢 这是 这位父姓慕容的专家 才缓缓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慕容志是红画公主的儿子 而红画公主 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 虽然慕容志是外姓 红画也是外嫁的女儿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皇亲国妻 而这位专家 正是慕容志的第三十五世孙 也就是说 这次专家考古 真的考到了自己的祖坟上 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但这挖都挖了 怎么能停 并且根据国家条例规定 凡是埋在地下超过八百年的古墓 后代就已经失去的继承所有权 也就是说 这位专家只能继续含泪挖掘 这下 大家也是有些忍惧不禁 慕容专家也是无可奈何 在常态一生后 继续加入了挖掘工作 很快 随着一件件宝贝的出土 专家也是彻底死心 要知道 这些宝贝曾经也是属于自己的 但现如今 只能上交国家 实在是一件伤心的事情 这些宝贝 谢谢大家